结合客家百大美食票选活动的三名嘉年华会 14号在高雄三名一名庙热闹展开 而令人意外的是 意大利面竟然榜上有名 成了十大三名美食票选店家 而这让特地南下参加采集游行的马英九总统 也感到非常的惊奇 自成阿凤氏的立委侯彩凤 一一介绍新鲜出炉的十大三名美食票选店家 对意大利面也上榜 让马总统感到相当惊讶 我觉得意大利人投向我们客家美食展 这代表着我们文化的包容 这一点非常的好 到场参加活动的总统马英九 也特地全程用课语制词 最后还关心地问 乡亲们到底听懂了没有 我说的客人大家听不懂 我本身牡丹子黑总法明贵的总统 要骂黑咖咫 精彩百年 三名嘉年华会活动 现场气氛热闹 节奏强烈的音乐 连婆婆妈妈都忍不住上台跟着跳 三 二 一 请了彩戴 精彩百年 我们三名嘉年华 正式开始 彩接活动吸引了数千人参加 在行政院客委会主委黄玉镇 及艺人王彩华等人的陪同下 马总统带领着刚出炉的十大美食店家 高举宣传高市牌热闹采接 征询民众 支持三名区成为高雄第十个商圈 新台人雅台电视 林语书 林宏观 台湾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